字幕提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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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幫我改了一個 很高高在上的黃音救苦 黃音這個字我是新式的 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因為他們解釋 黃音的意思是 不同的歌曲類型 不同的語言 以及不同的音樂製作 作曲 藝術範疇 日本人都是領袖級的 所以應該叫黃音救父 而不是音樂救父那麼簡單 他們解釋完之後 我就覺得沒什麼壓力 因為他們說黃音救父 其實我是這些 這些技術 的範疇 裡面的領袖者 我覺得 挺舒服的 黃音救父不是說陳婚人很英俊 陳婚人是最紅的 陳婚人是 是很科學性的 一個形容 已經不是鬼祟 鬼祟太英俊 現在大了 要叫黃音救父 好像挺合理的 他們說要爆 除了秀才華之外 一定要有爆點 陳婚人不如你跳舞 剛好有一首新歌叫 《Can you hear me?》是說 陳婚人20年來的心路歷程 裡面有一些航風感覺 排舞老師就說 哪裏有類似BTS的舞步 給你爆一爆 警告誰 警告誰 沒可能比BTS 一個怎麼對這麼多個 但我希望大家不會覺得 拍得住 我會努力的